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听说有一种叫做大象的动物 它长得可大可吓人了 哎 大象怎么就吓人了呢 这四个盲人顿时来了兴趣 都非常想知道大象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是它们的眼睛看不见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 亲手摸一摸大象不就知道了吗 于是这四个盲人就请人牵来了一只大象 可一开始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你推我 我推你 谁都不敢第一个过去摸大象 后来啊 有一个盲人忍不住了 他先给自己鼓了鼓劲 说道 哎 有什么好怕的 看我的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大象 伸手轻轻地摸了摸 摸到了大象的耳朵 哦 大象好像没有那么大呀 他又反复摸了摸 哎 终于放下心来 高兴地对其他盲人说道 嗨 大象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长得就像一把大扇子似的 听他这么一说 其他几个盲人也就放心了 纷纷走进去摸大象 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象牙 他奇怪地说 不对呀 大象明明像一根圆圆的棍子 第三个盲人 一把抓住了大象的长鼻子 他得意地说道 哎 我说啊 你们都错了 大象啊 就像一根又大又粗的绳子 这时候 第四个盲人大喊一声 我抱住大象了 他像一根直直的柱子 原来呀 他正抱着大象的一条大腿呢 这四个盲人吵了起来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啊 千象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就带着四个盲人 让他们仔细地把大象摸了个遍 诶 这四个盲人这才发现 大象啊 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他原来真的是一个 大的吓人的家伙呢 讲完了盲人摸象的故事 又到了皮皮的成语小课堂时间咯 其实呢 在这个故事里 四个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 就自以为知道了整个大象的样子 这是不对的哦 盲人摸象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呀 当我们在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 不能只看其中的一部分 而是要看到这个事物的整体 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它呢 那小朋友们 大家想一想 有哪些跟盲人摸象意思相近的成语呢 嘿嘿 皮皮也想到了一个叫做 管中窥豹的成语哦 它说的是 通过一根管子的小孔来看豹子 是看不到整只豹子的 只能看到豹子身上的一块斑纹哟 所以啊 在生活中 我们不能只用盲人摸象 管中窥豹这样的方法来认识事物哦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